一百码的古铜色脚丫子你见过吗 他赫然出现在浴室门口 女人惊恐不已 他却突然窜了出去 女人不可置信的戴好眼镜 望着眼前滑不溜秋的巨人 背对着他根本无法转身 他对眼前的所见所闻充满好奇 用魔法快速了解这里的一切 他让释放自己的女人 许下三个愿望帮他实现 女人一时恐惧没有想出心愿 巨人变身成最小的体型留下 等待女人成功许愿 铁柱讲述自己身为精灵过往的悲惨 原来铁柱有一个同种族的对象 不料在这个海王出现后 弹奏了一曲罗曼蒂克 让女人心动 铁柱撞破两人的好事 海王忙碌的同时 还不忘使用魔法 把铁柱封印在这个金色的玻璃瓶内 然后随手丢进大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 被打捞上来的玻璃瓶 竟然被石头包裹 阴差阳错成了填补墙壁的边角链 直到一个淘气的孩子出现 一脚把他蹬掉地上 玻璃瓶才得意见光 他快速地清理着表面的污垢 不料却释放出 被封印了2000年的黑精灵 他需要满足女孩三个愿望 才能换取自由 就这样 女孩顺利嫁给当初他爬墙偷看的王子 然后怀上皇室的骨肉 但他并不满足现状 想要让王子立刻继任王位 自己在背后精心谋划 可这一切却被他的父王发现了 由于女孩的贪婪 王子被悄悄处死 他也被丢下了城墙 迟迟没完成第三个愿望 铁柱再次被封印到玻璃瓶内 回到海底 这条死鱼的肚子被剖开 从里面掉下来一个金色的玻璃瓶 女人小心翼翼地打开瓶口 被封印了几个世纪的精灵 再次出现在人类面前 面对女人超前的发明 她下定决心要帮助女人走向文明 不断地教会她 这世上所有的技能 就连制作无限空间 容纳万物的魔法 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 这个瓶子就是她们的定情之物 随着女人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 她开始嫌弃铁柱的肤色 自认为铁柱已经配不上 知识渊博的自己 铁柱取出她们的定情物 在女人发疯的同时 把自己封印了起来 经过两个世纪的辗转 大花莫名被这个 已经受损的玻璃瓶吸引 是她小心翼翼的 再次把铁柱带到人间 大花听闻铁柱的遭遇 既心疼又感同身受 她许下的愿望 就是和精灵谈一场恋爱 面对大花的真诚 铁柱自然是要满足她的 经过深入交流 大花也感受到了 铁柱的前世今生 本以为 他们要快乐地度过此生 铁柱却悄无声息地 从大花生活里消失了 在一次演讲中 大花看到坐在前排的巨大怪物 她仿佛是在恐吓了自己 也可能是在寻找铁柱的踪迹 大花无奈只能离开 在过安检时 口袋里的玻璃瓶 竟然触发了警报 突然猫出来一个人 用带有魔法的铅笔 使劲戳了戳这个瓶子 这一切看似是那么正常 女人手捧 晶莹剔透的玻璃瓶 打开瓶盖 将它放在众多水晶球当中 下一秒 精灵却出现在庭院里 它之所以会消失 就是为了躲避 那个拿着铅笔的巫师 大花通过触碰 了解到铁柱的感受 他们深知巫师 并没有放弃追捕铁柱 大花表示 会陪她一起渡过危险 单身了20年的大花 主动把铁柱介绍给 两个喜欢看帅哥的美女邻居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 大花找到躲在储藏室的铁柱 刚要扒了它 没成想 铁柱的整个身体都凹陷了下去 它正在逐渐风化 铁柱趁着自己还清醒时 让大花马上离开 它不想被人看到自己丑陋的模样 大花却满不在乎的告诉它 无论铁柱变成什么样子 都不会嫌弃它 深情的表白打动了水晶玻璃瓶 却没能留住铁柱的性命 接下来的日子 大花只有无尽的思念 把两人的故事写成一本书 用来怀念她唯一爱过的人 她希望在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那个黑不溜秋的真爱 这部《奇欢》的架构 其实也隐喻出 女主对万物持有怀疑的态度 实则是在探讨终极欲望 超出大部分人 意识以外的解读方向 如果让你许下三个愿望的话 你会说出怎样的心愿呢 迷响